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掳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赴了言 是的 以上的经文描述了一些宗教文师和把利赛人 在会堂里等待和归探耶稣基督师父在安息日里 亦是同时也在会堂里的那一位孤刚了一只手的人 以便捉住他的把柄来控告他 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和传统 是允许在安息日里亦是有严重病危的病人 很显然的 这位干顾了一只手的人 并不是属于这种严重病危的病人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蛮有怜悯的 他看重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 胜过于满足宗教的条例 允许他在第三第四节的时候就叫那人起来 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里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实际上就已经给问题做了一个无声的回答了 那就是说 这些人自己都知道明白 在安息日行善救命是可以的 第五节 耶稣虽然鲁木周围看到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肝硬 但是因着爱 因着怜悯和测瘾之心 耶稣医治了那肝固人的手 亲爱的集中姐妹 根据最近的一项报纸的报道 我国虽然笼罩着对疫情来势凶凶的担忧 但是大多数的国人还是相信 这场暴风雨总会过去 哈利路亚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 所在前线的医护人员的工作是最辛苦的 在这场以病毒对抗的战役中 出动的不仅是医生和医护人员 因为人手的部族许多被医护人员如行政人员 医疗社工或者是医疗的助理 医工等等都愿意被调到前线 或者是相关的岗位去帮忙和帮助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可以在教会和社系中开始 对于有需要的人献出我们的车瘾之心 尤其是在社系中有许多有需要的老人 独居者还有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 或者是在因为冠状病毒病倒的人士 都需要我们献出我们的爱心 帮助和服侍他们 让我们一起来荣耀神 来祝福我们的灵者 来服侍我们的社区 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您的恩典 卷选了我们 教我们知道要良善 要爱人如己的命令 凭心灵诚实和爱心 来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服侍 神啊 这是我们心中所和睦的 请命来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现在让我们用一段时间 聚集来读完《马可福音》第三章 并反思神所要向我们说的话 愿今天早晨的灵修 再次能够坚固我们的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